畫面我切過了 各位首先一件事情 你要先上去譯課 先上去譯課 上去譯課的時候 找到這門課程 這門課程你可以看到 今天第一週2月22號 我上面都有把週期寫上去 然後我們的活動 今天有這麼多檔案要教 怎麼教得完 來 真的太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我後來排一排發覺 我們有一個禮拜是春假 我們有一個禮拜撞到春假 撞到春假放假 第七週的課程其實要往前擠 又要配合第九週期中考 所以第九週我要考到第八章的範圍 我這邊都有作業跟考試 你可以看得到 你看不到 草稿是我看得到你看不到 有小考 所以正常來講 三月八號應該就會發布小考 好 那大概是這樣 因為今天第一週 不要馬上考 第二週讓各位舒緩一下 我們第三週就有小考 所以你看一下 我剛講過15分鐘 大概15分鐘 我還沒有發布嘛 對不對 那如果發布你就看得到了 好 那大概是這樣 我們班有34個人 請各位了解一下 好 那這課程大概就是這樣 剛剛講的安排嘛 第一個 按照時間 每個禮拜都會有個簽到 請你在簽到的地方 按下簽到 你看我檢視題目嘛 你就 你就自己看一下嘛 好不好 這沒有什麼答案不答案啊 這就是一個測驗 我們現在是實體上課 就勾實體上課 網路同步你就勾網路 萬一有疫情需要 又要再加上課 就勾B A或B就好 你勾錯了也沒有關係 反正就簽到 好不好 OK 大概就這樣子 好 這是簽到的部分 然後還有一個書本的部分 書本的部分 我這邊有一個調查表 要買之前要試吃嘛 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你如果有興趣要買就買 沒有興趣就隨你們 我說過我隨你們 那這是這本書的大概目錄 我給你的範圍只有到第一張 你不要拿這本很開心 這本到第一張而已 這本我記得定價是600 對啊 我收錢是收多少 我忘記了 好 沒有關係 就這一張 一直到 這張這個內容 跟今天 跟大概到今天上課內容 都可以在這邊看得到 所以同一擔心 老師我沒有課本怎麼辦 沒有關係 你跟著看 然後跟著看之後 你還可以說 跟著網路 我上面還有影片 可以去看 這是跟各位講一下 好 我剛講 你follow這影片 你就可以做得很好了 就怕的是你不願意做而已 難在這裡 不是難在難度 好 那第一張的部分 有要講了這幾個東西 一 這第一張 第二 好 舉例來講 我們等一下講雲彈硬碟 你可以在這裡看 你可以在這裡看 那 這邊開始你就點下去看 他是在YouTube的影片 手機也是可以看 上課上 原則上是不開放手機 除非有必要 不開放手機 那你要用手機的話 我看到 我們先講 我會把你收起來 會把你保管 放在前面 如果你覺得 老師保管有問題 我會把他送到教官室 有沒有問題 好不好 你找教官去理 好不好 你比如說老師你把那個 我沒有興趣 動你們手機 好不好 我會拿箱子把你收起來 如果老師你說不行 那我們就送教官室 你說老師你偷虧我什麼 我沒有興趣 好不好 先講好 這規矩我們先講 我都錄下來 來不來你的事 好 那 這過程大概是這樣 那你要用手機的同學 你自己節制 你被我發現 我講兩三次 你講不聽 那我就沒有辦法了 我這強迫 前幾次我會通知你們導師 後面我就 你們是剪教官 很熟了 他看我送東西就知道 又送東西了 他就知道 好 那大概就這樣 好 沒有問題吧 那第一張4月你看 就點下去就可以了 麻煩你在電腦看 那各位的電腦裡面 比較大的問題是說 每一台電腦的狀況是不一樣的 那這邊有講 你等一下也可以稍微 我空檔 你可以先看一下 今天沒有什麼內容 今天其實全部都跟著操作 然後為什麼要講雲端硬碟 是因為很多同學說 老師我沒有隨身碟 沒有什麼理由一大堆 其實有Email就可以寄了 有手機有個傳輸線就可以連結存檔 不是嗎 好 那但是學生總是會LINE 老師沒有教 這我是覺得很可憐 老師也沒有教你玩遊戲 也沒有教你談戀愛 你都會 對不對 好吧 有沒有問題 對於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整個課程上面的簡介 簡介上面 所以希望各位上去看 這是我的FB 好 來 那這邊來講的話 你看一下 這邊就 電腦會圖 18週的課程安排都在上面 老師並沒有說什麼 啊老師隨便教啦 你看一看 月到後面 跟各位大概講一下 第九週以前是基本的繪圖 第九週以前 後面的繪圖量會增加很多 好 那下學期應該是要讓你畫頻率剖面圖啦 但是 有教你們大概就這樣啦 圖量也更多 那我們全部的目標 是會往電腦繪圖秉級的路去走 如果你對於檢定你有興趣 秉檢 請你紮實的訓練 好 那真正秉檢的題目會在下學期出現 如果還有教你們 如果沒有 那就隨緣 好不好 就在CAD2 你想問我 OK 我歡迎 我說真的 那 大部分就是這樣子 這樣清楚嗎 所以 一直到後面 圖量會越多 你看 作業很多 作業13 作業14 所以 一週18週扣掉兩次 考試16週的14週作業 你自己看著辦 那至於電腦 如果家裡沒電腦 最多人問了這個問題 家裡沒有電腦 第二個 我沒有軟體 好 沒有電腦 禮拜三下午這裡是空的 可以來借 沒問題 好 那沒有軟體的話 我跟各位講 我們需要有一個雲端 需要有一個雲端 雲桌面 你要會用的話 再圖資去問他 他上面就有AutoCAD 你在你家的電腦 連上雲桌面 就可以開啟AutoCAD 這個你要去試 好不好 那另外一個 你自己怎麼取得AutoCAD授權 我在這裡有放 AutoCAD授權 我記得我有放 取得合法軟體 你去參照一下 這個部分就請你參照 我怎麼取得AutoCAD授權 學生版 我記得是免費 三年會授權一次 還是每年改的 我不知道在AutoCAD 台灣AutoCAD公司 這個部分 好不好 那這個部分 請同學先參照一下 那如果沒有問題 各位就先 先試一下電腦 好不好 看電腦有什麼樣的問題